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艺人比英儿子孙安佐之前因在美国发表恐攻言论逍补,现在又被警方查出拥有枪支与大量弹药,不过有出版人却认为,孙安佐拥有子弹其实只是出于收藏,跟爱书人经常买几辈子都看不完的书,是一样的道理,引来网友热议。 出版人兼作家严泽雅今天在脸书发文,认为无差别大量杀人的凶手,倒不是仇恨某一族群,倒不就是有极端反社会人格,还没有一次大量枪击案是因为凶手是军事迷,爱死枪也热爱搜集子弹的。 严泽雅更指出,许多爱枪者都热爱光顾枪电,家中都有几十支枪,数前颗子弹,他认为军事迷收集枪支子弹,就跟爱书人经常买几辈子都看不完的书,是一样的道理。 许多网友看到严泽雅认为拥有子弹和爱书人买书一样后都热烈讨论,有人直言,这些言论再怎么看都是在讲干话啊,气温共赏,枪可以杀人输不会啊,照这逻辑,那美国那些大屠杀就只是杀手在练枪而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